bracht 我覺得這世界是一個 無法被定義的世界 所以想要表達這種狀態 透過強烈的燈光 聲音跟街舞 從科技執線到演出 會需要經過很多的耐心跟磨合 洞不仪其實價格蠻貴的 景星他有時候會希望我盡量不要把洞不仪用力的砸摔到地上 有點像是跟他做接觸即興 就是真實的人類跟這些看不見的聲音 以及說不及時的光線跳舞的過程 舞蹈前這個節目主要是由敦遷舞蹈團來做策劃 結合了中立青少年芭蕾舞團以及菲律賓的馬琳娜芭蕾舞團 共同執行這一個芭蕾舞劇 主要的就是應景對於聖誕節裡面而熟能像荷家觀賞的一個節目 我想舞蹈團它最終的一個宗旨目的 就是希望讓觀眾能夠把藝術帶入生活 而我們生活中也到處充滿了藝術 記得大學畢業來到桃園教課 然後經過火車站的時候就會看到很多不同國家的移工 很好奇的就是說為什麼大家會聚集在火車站 作品名稱叫做以座島嶼所能承載的一個底線 島上所承載的這些人們到底構成了一個什麼樣的形象 那個可以承載的什麼 這個空白的地方滿是在作品中去想像的 好多幫藝文聯盟長期在老城區這一邊 一直關注整個桃園的城市發展 而街友遊民這一塊其實也是城市發展必須被看見 重視的一環 我們是直接去跟街友們點調 然後對他們做採訪 他們在街頭的生活 其實有一定的辛苦的地方 他們在分享的時候其實是 很雲淡風氣的把一個很辛苦的事情 就這樣講出來 希望透過他們的視角 大家對於整個城市發展能夠有一些不同的想像 大家對於整個城市發展能夠有一些不同的想像